到急診的時候,急診醫師問他說,你為什麼來看急診? 他就說,因為我剛才肚子餓了 他說,半夜三點,我剛才肚子餓了 你來去餐廳啊,跑到藝術高 晚上啦,他就說,那你後來怎麼辦? 他說,我去吃個東西 然後呢?然後就好了 然後好了,那你現在呢?現在沒有什麼事情 他說,那你來幹嘛? 他說,可是我覺得很奇怪啊 怎麼會半夜我突然會餓醒呢? 我對於這個情況,我覺得很不緊 然後醫生就跟他講啊 就其實是,急診喔,雖然是半夜 但是我們還是很忙 那你可不可以白天掛白天的醫生 讓他去幫你查查看是什麼問題 那這樣怎麼辦呢? 然後他就說,可是我就是半夜才會餓啊 我白天還好,沒這麼餓啊 白天晚上才有這個症狀 晚上才有這個症狀,睡覺的時候才有這個症狀 後來他也是有幾次啦 就是這樣子,然後後來到第二次第三次的時候 其實,問他症狀都差不多 就是晚上,就是一個人在家的時候 他會覺得很餓,然後會 會很像感覺很焦慮的樣子 然後來的時候就擔心說自己生什麼病 那醫生就跟他說,你大概就恐慌症了 可是後來他是真的出事了 就是他半夜的時候,他家人發現 他整個就昏迷,叫不醒 叫不醒之後,他送到醫院來的時候 大概急診第一個,大家想說中年男性 可能是中風或腦出血 做電腦斷層,頭部正常 然後測血糖只有40 非常低啊 然後開始跟他打葡萄糖 打了高單位葡萄糖 開始一直給他葡萄糖點滴 一直給他注射 慢慢才醒過來 發現說這好像沒那麼單純 就是說他的惡不是說真的他自己亂講 是他真的血糖會過低 後來就收治住院 住院就開始幫他查一查 查他到底是什麼原因 造成他的血糖這麼低 後來驗起來 最後做電腦斷層在他的遺障的地方 看到有一個一公分的瘤 檢測出來他是懷疑他就是 胰島素瘤 就是真的有這種病 就是說他這個小小的一個胰島素瘤 他會一直分泌胰島素 就會讓他的血糖過低 可能剛開始的時候 症狀沒有那麼明顯 可是慢慢慢慢 這個胰島素的量多的時候 他就容易昏倒 然後後來像這個 發現胰島素瘤的話 接下去應該就是要開刀 看到把它切除它才會改善 因為我們每天主持節目 然後或是 那個要工作 要講話 怎麼就很容易沙啞 然後當然最直覺就是 去掛耳鼻喉科 然後還是掛 還算明醫 我就上呼吸到感染 應該就是 紅沙啞 我看 聲帶啊什麼都有點紅腫了 好 然後開一些藥 吃了兩個月 還是沙啞 就很奇怪 就不會好 你現在還有點沙啞 對 因為我前一陣子感冒 是剛好 然後 這個事情大概是 幾年前的事情 然後 覺得胃食到膩 因為我胃食到膩 會燒到喉嚨 我就想說是不是因為 那個胃酸啊 燒到食道 讓喉嚨不舒服 去看 啊 對對對 你這胃食道逆流 肝膽腸胃科 然後再講說 這給你開一些 這個就OK了這樣 就又兩三個月療程 吃完之後 腸胃好一點 喉嚨還是啞的 我這樣差不多啞了半年多 快一年 後來有一天陪我爸爸去檢查 因為胸腔內科 也是一個名醫 然後我爸就是 這個要檢查 COPD的問題 結果聊一聊 就跟醫生 我這喉嚨啞 我是不是掛什麼科 不然你就掛我的科好了 下去掛上來 一檢查 照X光照什麼都很好 後來說 你這個就是什麼 然後鼻涕倒流上往下 然後胃酸逆流下往上 兩個交接就在這個喉嚨 神代這一區在那邊攪拌 所以你這個沒治 這個沒治 你就一定會喉嚨不好 真的嗎 就這樣一次 吃一個半月的藥 整個喉嚨變得肺育青 我說 我把它封為神醫 我說奇怪 因為喉嚨不舒服 一定直覺看耳鼻喉科 然後又胃酸逆流一定看 結果是被胸腔內科 看出來 其實多關心周遭的親朋好 千萬不要先為止 覺得說對方是裝病的 尤其我們剛剛提到 對小孩子 你暑假他們打球 你又希望小孩能趕快 成長茁壯 都走出戶外 可是運動難免都會受傷 父母心裡有時候要有關心 有時候看小孩子一拐一拐的 就覺得休息就會好 結果造成最後嚴重的時候 你可能花一整年時間 都不一定弄得好 所以對自己多一分警戒 也對你健康多一分的保障 最後再次謝謝秀卿 也恭喜秀卿出了新冠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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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人幾乎每天都離不開咖啡 而咖啡其實有研究發現 對身體的好處很多 除了其中的綠原酸 就有一定的抗氧化作用之外 其實對於心血短疾病 也有一定的一個預防 但是很多人在喝咖啡的時候 往往喜歡加很多的糖跟奶精 其實不只稀釋了咖啡的營養價值 甚至會增加身體的負擔 而甜食吃多了會傷身 衛福部對於國人 每天甜食的攝取量 也設定出了上限值 所以下次我們在喝咖啡的時候 此外醋跟蛋白質一起食用的話 可以活化胃裡面的消化酵素 增加熱量的代謝 所以建議 飲食之後可以加點醋來改善脂肪肝喔 好